大家好我是唐豪月醫師 歡迎來到我的美肌保養頻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豆疤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治療豆疤最重要的原因是預防豆疤 因為豆疤有時候真的會造成身心的創傷 還有影響人際關係 而且有些豆疤真的很難治療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豆疤的處理方式 那感謝你耐心的聽完 最常見的豆疤就是發炎後黑黑的色素沉澱型的豆疤 那個相對是最簡單的 第二種也比較簡單的就是紅色的豆疤 就是有些紅紅的印子在長完痘痘之後一直都沒有效 紅豆疤隨著時間或是色素沉澱隨著時間都會改善 但是相對來說紅豆疤還是比黑的難治療一點點 所以在紅豆疤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會需要用到一點點雷射 那接下來就是凸的跟凹的豆疤 凸的就常見在下巴的地方 像有些男生就是有些容易有卸足種體質的人 就會在發現他下巴長了痘痘之後變硬硬的 那就是肥厚型的豆疤 甚至有些人前胸後背長痘痘變得比較嚴重之後 欸好了就發現又變成一個像肉一樣的卸足種 這種呢就是我們會需要用到病罩內內固醇注射 最難的其實是月球表面 就是那種凹凸不平的豆疤 那是最需要時間的 所以簡單來說豆疤分之四種 要怎麼治療呢? 那我們先講健保可以處理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色素沉澱 所以健保呢我們會開杜鵑花酸給你做蛋疤的動作 那這個只要長期擦 大概三四個月兩三個月其實就會蛋很多 同時可以一併治療粉刺 所以建議大家找皮膚科醫師看一下喔 那接下來是凸疤 像前胸後背長卸足種 或是臉上長那種硬硬的疤 這個也是健保可以解決的 就是我們皮膚科醫師會在病罩內注射類固醇 那記得回去看上一集 這個就是重點 規律持續 定期來打就會變平 然後這也是健保可以解決的事情 比較難的就是紅豆疤 紅豆疤其實健保並沒有什麼好的藥 事實上也沒有什麼好的 退紅豆疤的藥膏 所以我們還是會通常會用到 染料雷射或者是脈衝光彩衝光這種治療 那標準治療大概就是一個月一個半月打一次 直到顏色退了為止 通常大概治療三四次 其實就會看到變淡 那比較難真的是凹洞的部分 凹洞分三種 第一種是冰鑿型或是冰椎型 就是那種小小的這樣子 尖尖的凹進去的小痘痘 那個叫冰鑿型的痘痘 這種通常我習慣是用飛縮 就是二氧化碳飛縮 它有拋光的效果 我個人覺得比較明顯的看到進步 那皮秒也是一個可以改善這種冰鑿型 豆疤的一種工具 那另外一種是車廂型 就是淺淺但是有一點凹 然後但是線條很明顯 這個我也習慣用二氧化碳飛縮來治療 或是皮秒的蜂巢探頭來治療 那還有一種是滾動型的 它就是這樣子凹下去 但是沒有明顯的線條 那就是因為以前長很大顆的囊腫型痘痘 發炎完之後整個皮膚就塌陷 這種相對比較難 有時候我們必須用針去把它弄鬆一點 或是用飛針 然後甚至打一些玻尿酸啊 銅鹽針這一類的刺激膠原蛋白增生劑 這樣子或是做一些填充的動作才有辦法改善 所以相對也是需要一點時間跟耐心 大部分如果你痘痘很嚴重的朋友呢 你的疤其實是混合型的 也就是又有凸的又有凹的 甚至有紅有黑的 這時候就記得來找專業醫師討論 我們可以先從什麼方式開始切入 然後可以用什麼樣的治療 幫你做一個全盤的規劃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治療 通常如果是凸疤 就在你看健保的時候就一併治療 用健保的方式就可以了 色素沉澱就像我剛剛說的 可以開杜鹃化酸 讓你開始治療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顏色很黑 然後淡的很慢 我們就可以用金膚雷射 光秒雷射 或是皮秒雷射去加強這些顏色的淡化 那通常我會在痘痘治療一兩個月 比較穩定之後再開始處理這些事情 那做上述的雷射呢 也可以同時改善毛孔 所以其實大概穩定之後就可以開始了 凹洞的話我會真的建議就是 完全好了之後再開始治療 因為凹洞的治療通常是比較強 然後也修復期比較長 那在這個過程有時候會有暴痘的可能性 所以我通常會建議真的是很穩定之後再開始治療 那間距通常就因人而異 皮膚薄的人大概兩個月打一次飛縮 皮膚比較厚的人呢可以一個月打一次 那紅痘疤我的習慣也是大概兩個月左右 開始覺得比較穩定了 就可以開始用燃料雷射 或者是麥沖光彩中框來開始治療 那習慣上也是大概一個半月 治療一次就可以了 通常治療三次到四次左右 就會開始看到進步 順道一提就是 有些人呢他有內包的粉刺很多 然後又色素沉澱 加上出油的問題 有時候我也會建議他做杏仁酸患膚 做幾次這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做幾次這其實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做幾次之後 開始有感覺 那通常就是大概做兩到三次 就應該開始有看到進步 那第二個問題其實是 做幾次之後不用再治療 那我覺得第二個問題 就真的要看每個人的 對自己的要求 像有些比較要求完美的人 他可能要一個洞都沒有 那他真的會比較辛苦 他就會定期來做 那做十幾次都有可能 那有些人就覺得我視覺上看起來比較好 像比較樂天的射手座 那我也許他做個四五次 五六次他就覺得好很多 所以做幾次不用再打 真的是看你對自己的要求 所以每次醫生問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都很難回答 所以其實想了一下 應該是其實這個問題 包含這兩個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自己的點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你比較好的建議 那治療豆疤我覺得有幾個前提 才會真的讓豆疤治療得很成功 第一個就是 一定要控制好你的痘痘 所以不要專注於處理豆疤 而忘記治療痘痘 所以治療永遠是第一 第二呢要有耐性 很多人很急 就很想一次把它做很多 那事實上豆疤的處理 有些治療 像是凹洞啊這一類 其實都是需要時間讓皮膚修復 不然就會變成敏感肌 或者是皮膚變薄 或者是紅很久 其實那只是把A的問題 換成B的問題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大家要有耐性 第三一定是規律持續 所以不要斷斷續續的 才會覺得自己耐受度變好 然後腹框越來越穩定 所以一定要有耐性 最重要還是要提醒大家 豆豆的治療非常的重要喔 所以一定要記得把豆豆控制得很好 那關於豆豆治療 之前都有錄很多集 大家記得回去看一下 有問題記得在下方留言 感謝你聽到這裡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還有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喔 我們下回見